6月11日,网易正式在港交所上市,成为继阿里巴巴以后第二家在香港二次上市的大型中概股企业。 网易在港交所开盘价为133港元,股价上涨8.13%,网易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丁磊在云敲鲁仪式中的短片现身。 他称,在港上市是网易的全新起点,相信在港上市后能为网易客户带来更多价值。 华大证券有限公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杨毅川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香港是全球主要金融中心之一,能吸引来自海内外的投资者。 企业在港二次上市,也能更好地规避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 与企业来讲是多盈的选择。 香港是全球的其中一个主要的金融中心,也是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一向是有很多的内地投资者和国际投资者。 所以他本身就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辐射面。 那所以这是他的先天条件,对企业,对股东可能都是好。 他们在香港上市可以增加企业的融资,可以让内地的投资者也比较容易地投资到这些企业分享中国新经济发展的成果。 所以这个是一个多盈的这么一个结局。 既了解,既网易之后,京东亦将于6月18日在港挂牌。 杨宇传称,多家中国新经济企业在港上市,也能很好地改善香港的股市结构,为港股市场注入新火力。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因为过去来讲的话,它虽然一直表现得也很好。 但是香港从它的股市结构里来看的话,它相对来讲旧经济成分重一点,金融地产这一类的比例比较高,新经济成分相对来讲弱一些。 杨宇传表示,对今后香港的市场很有信心,特别是在涉港国安立法之后,相信香港的营商环境能够更稳定,也能和内地经济更深融合。 这是香港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